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撩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2017年上映的惊悚科幻电影《恶魔之门》 电影的一开始,一辆汽车行驶在荒芜的公路上 突然,车子无故熄火,手机也无法开机 车主下车查看,周围只有一座农舍,便上前寻求帮助 透过阴暗的地下室玻璃,发现里面的男人暴跳如雷 车主吓得连连后退,结果不幸踩中不受夹陷阱 剧烈的痛楚,让他无关扭曲 当他挣脱开后,事情远没有结束 很快就踩中了第二个陷阱 这次他可没有这么好运,直接暴毙当场 没过多久,农场主约翰看到了尸体 他并没有报警,反而挖了一个坑,采取了毁尸灭迹 之后他回到了地下室,但封闭的房门里面却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约翰瞬间情绪失控,拿着刀拍打着房门,让里面安静一些 种种迹象表明,这里似乎藏着弩种不为人知的秘密 镜头一转,联邦探员莎琳娜自愿来到这座小镇 调查一起人口失踪案 失踪的正是约翰的妻儿 在去姐姐家的路上失踪 如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莎琳娜来到被害人的姐姐家 对方说出了一些细节,让她逐渐有了头绪 原来,约翰的农场杂草丛生,很多年都没有盈利了 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妻子艾莉经常和她爆发争吵 再加上频繁流产,让艾莉内心煎熬无比 直到生下儿子乔纳后,艾莉将她当作了天使 可奇怪的是,约翰对这个儿子并不待见 还经常酗酒家暴 艾莉无法忍受,五天前便搬离了农场 打算来姐姐家生活一段时间 也就是在来的路上,母子俩便神秘失踪 至今了无音讯 沙琳娜为了获取更多线索,便立即前往农场调查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那辆熄火的车 但车主已经不见了踪影 由于约翰脾气暴躁,同时金木上前交涉 沙琳娜则走进了旁边的仓库 里面有着各式各样的奇怪的工具 而失踪艾莉的车子居然就停在这里 就在这时,约翰拿枪指着她的脑袋 威胁两人立即离开这里 沙琳娜发起了反击 快速夺走了约翰手中的猎枪,并将它靠了起来 突然,房子里面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沙琳娜让吉姆看守犯人 自己进去查看情况 进入屋内,那个奇怪的声音是从封闭的地下室传来的 她打开一看,铁笼里囚禁着一个人形怪物 这可把她吓坏了 沙琳娜出来质问约翰,铁笼里面是什么怪物 约翰声称那是一只恶魔 就是她带走了自己的妻儿 沙琳娜觉得她在胡言乱语,便决定将她带回警局做进一步调查 可就在离开时,沙琳娜和吉姆发现手机无法开机 车子也无法启动 这时天上又出现了怪事 一大团乌云正在上空集结 紧接着一道道闪电从天而降 三人立即向屋内跑去 但吉姆不小心触发陷阱,导致大腿受伤 沙琳娜打算步行去求救 但约翰却告诉她,恶魔是不会让任何人离开这里的 没过多久,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闪电机中的地方出现一个女人 正是失踪的艾莉 两人将她抱回了屋内 醒来的她却指责这一切都是约翰的错 眼看事情败露,她便说出了所有真相 原来,恶魔其实就是外星人 他们一直监视着这座农场 不仅如此,甲族世世代代还将他们视作神明 并嘱咐后代也要如此 于是,在从小的洗脑下 约翰也将这些外星人当作了信仰 不久前,儿子高烧不退 约翰将希望寄托在外星人身上 便将乔纳放在经常出现闪电的地方 希望能治好她的病 可谁知,随着一道光线从天而降 其而居然双双被带走 约翰这才得知中了陷阱 愤怒的他便抓住了一个外星人 然后关进了地下室 随后,约翰还坦白 自己从小也被外星人抓走过 但过了一段时间后 他又被送了回来 就在这时 屋内却传来了巨大的脚步声 似乎是另外一只外星人 进不出门查看 却在不远处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身影 可约翰带着他来到了仓库 接着开始启动发电机 而在地下室 莎琳娜听到脚步声越来越近 便拿出枪对准了门口 刹那间,一只外星人出现在身后 他迅速转身开枪 但一眨眼的功夫 外星人就不见了 随着电力的恢复 农场由黑夜变为了白昼 接下来,众人商量如何应对 约翰认为 与其做以待毙 不如主动出击 他剪掉了铁笼中外星人的一截手指 并拿着断纸来到了屋外 将一片空底扒了开后 土层下面露出了一个 类似于传送阵的图案 他将断纸放在了上面 约翰的意思很明显 打算用外星人换回桥纳 但随着断纸消失 儿子并没有回来 约翰彻底怒了 打算暴揍一顿外星人解解气 可外星人却突然起身 并将手指放在了他的脸上 刹那间 大量记忆片段涌入他的脑海 原来 真正的约翰已经被杀死 而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克隆体 随后 艾力将那些年 夭折的婴儿尸体拿了出来 却发现与外星人惊人相似 在这之前 他还以为这是上天的诅咒 可如今 他才得知 这一切都是外星人的阴谋 沙琳娜去质问约翰 随着记忆的解除 他得知了更多的真相 原来 外星人的世界已经毁灭 为了生存 便来到了地球 但他们无法适应这里的环境 于是便选中约翰家族 作为实验 将艾力当作繁殖实验品 与拥有外星人的基因的约翰 相结合 从而生下混血婴儿 然后以这种方式 取代人类成为地球的新主人 而经过多年的实验 乔纳出生了 她是最完美的外星混血儿 沙琳娜认为 现在还颜值过早 只有将乔纳换回来后 才能知道 她是不是外星人 由于外星人将自己一家 当作实验品 约翰心中充满了仇恨 为了结束这一切 她打用了沙琳娜 然后抱着虚弱的外星人 向屋外走去 与此同时 积木在楼上警戒时 屋内突然出现了一个外星人 她连忙开枪射击 却无法击穿对方的护甲 反而被残人反杀 约翰来到楼上 外星人便没有伤害她 等到约翰走后 外星人找到了爱丽 并抚摸着她的肚子 等沙琳娜醒来后 外星人不见了 她还在楼上 发现了死去的吉姆 另一边 约翰将外星人 放在了传送阵上 随着一道光线从天而降 外星人消失不见 从里面走出来瞧纳 可约翰为了人类的安危 将枪口对准了儿子 即使出现了沙琳娜 让她放下手枪 但刹那之间 身后的爱丽果断开枪 乔纳冷静地擦掉 脸上的血迹 并奔向了母亲 紧接着 传送阵发出耀眼光芒 然后就爆炸了 等恢复平静后 爱丽警告沙琳娜 自己再也不允许 任何人将儿子带走 天亮时分 警方赶到了现场 沙琳娜说出了外星人的阴谋 但警长却认为 她受到了刺激 在胡言乱语 接着 以神经病丈夫求定妻儿 应用警员将其击毙为由结案 沙琳娜深感无力 毕竟外星人入侵地球这种事 人们只相信出现在童话故事中 不久后的一天 当农场恢复宁静后 乔纳打开了仓库的地板 爱丽上前一看 里面存放着家族历代 收集的传送门 至此 外星人占领地球的计划 就开始了 好了 本期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